因為主席昨天有針對民進黨性騷擾案有發文 但是現在也被一些綠營的說可能是側翼或是支持者 挖除一些過往民眾黨性騷擾的東西 但因為制造委員其實也在呼籲在女權方面很努力 那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以及還是會覺得說是民進黨故意有點像是在 勘托以前的事情嗎 那對於我們本黨之前的一些涉及性騷擾的部分 我想黨部這邊就第一時間就做處理了 因為我們內部有一個非常完成的一個機制 我倒是要講就是民進黨的這個綠營側翼 不要在這個時候就是帶風向式的 我又想把這個份再拖往這個民眾黨這邊 我覺得不要亂牽托 這件事絕對這是亂比擬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是第一時間就已經處理了 所以這件事並不是像民進黨一樣 是拖了幾個月 九個月 是拖了九個月 是被爆出來 民眾黨第一時間知道當時的事的時候 民眾黨就直接處理了 這件事就已經被處理了 而且就在民眾黨內部的信憑程序就已經做完了 當兩兆也已經有做他們的一些後續 就是他們算是有司法的程序也和解等等這些 其實就已經做了 所以並不是沒做 我覺得這根本不能比你 反而應該是說 大家看看這個case 現在兩黨是怎麼樣的態度 這才是真的要問的問題